这是一件青铜鼎 它的名字叫 大河人面文房顶 屏幕前的朋友 可能一眼就看出它 与众不同 我们所熟知的青铜器 四面一般都是路透文 或者是寿面文 像这种人面文的青铜器 距今来讲是没有实物的 而且历史文献也没有记载过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件国报 出土的时候 已经支离破碎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959年 湖南省宁祥县 一位黄姓农民 像往常一样在铁里抛地 突然黄毛的锄头 好像碰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 他俯下身躯 跑了半天 才弄出这个埋在地下的大家 发现这是一件 秀气斑斑的青铜器 而且顶边上还有一张人脸 黄毛非常高兴 心想可以当废童 卖了换钱花 可是转念一想 三路不好走 这个将近高40厘米 重20多斤的大家估 带起来不方便 还不如把它砸成几块带走 于是他挥起了锄头 毫不犹豫地 朝这件人面青铜器 狠狠砸去 后来这件破碎成多块的青铜器 被博物馆专家 和黄姓农民 从椰炎炉强救回来 如今这件国宝被修复的完好处处 不仔细看 很难发现修补的痕迹 修补完好的青铜器 是一只青铜地 高38.5厘米 重12.85千克 顶体呈长方形 口部稍大于底部 口颜外翻 两耳树立 顶斧较深 有四个柱形顶竹 顶斧内壁进口颜处 有名闻大和二字 专家分析 大和可能表示做弃者的名字 即物主标记 这只青铜器 便被定名为大和人面文方顶 知识点来了 有学者认为 这种人面文浮雕 大概与皇帝四面的传说有关 对应着 是古代文献中 皇帝有四面的记载 所以有人认为 人面文方顶的四个人面 有可能是皇帝 但是不管怎么说 有一点确定无疑 这件桑州时期的青铜方顶 是当今世界上 唯一一件人面文方顶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堪称一级国宝 这 诱 温